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标语的内容写道 获大红军组织发动群众斗争 实行土地革命 这里原是当地乡绅民主人士吴自若的宅院 1930年为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 分别于同年3月中旬、5月初和11月三次驻扎河池 邓小平、张云义、围巴群等 曾在这座宅院下榻办公 期间红军战士在房内墙上 书写和绘制了大量的革命标语漫画 留下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 2006年 红军标语楼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们成立了河池县革命委员会 下着工会、农会、青年会、妇女会 大力迁传马格兹属役 唤醒了民众 一行行一段段字迹 或工整或囚禁或短袖 穿越历史风烟依然清晰可变 这些标语大多是当时红军战士 用黑木炭和黑石粉书写的 虽然笔触各异 却展示出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战斗豪情 较详尽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 性质、纲领、革命任务 红军性质和纪律 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党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 是革命时期党和军队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 我们核实本地革命传最少的 就是可以说是陆基因是一个 还有魏京光是一个 这两个人真精彩 桂林建筑药药 里面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 接受我们当地培养 他们从桂林药药未来以后 主持广荣的革命 红军在此驻扎期间 广泛开展群众宣传活动 宣扬革命道理 同时组织和领导群众 打土豪斗地主费捐税 建立农会 妇女会等多个革命群众组织 红军战士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和拥戴 上来大家都喊口号 你们老婆先不用走不用爬 我们不要你们的一心一心 我们是他的真正将功 当时许多有志青年都踊跃参加红军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河池县有160多个工农史地 参加了红军 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1930年11月8日 红旗军全体指战员 集中在河池镇三八坡 举行政编大会 任命李明锐为总指挥 张云义为军长 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部队整编为三个师 北上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如今红军标语楼 已经成为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广西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当地以红色文化为依托 着力打造红色小镇 充分利用红色资源 全面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打造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和乡愁文化体验基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